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选择沉浸在音乐中 听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吧 不要害怕生命中不完美的角落 阳光在每个裂缝中绽放 也有人用复盘度过这段时光 本来可以做到但是没有做到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才会坐在车上看一下回放 然后想一下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新加入的打野金羽提前进入了梦乡 有时候也挺烦自己做梦的 天天做梦就只梦王总要烦死的 恭喜长沙淘博 第三轮输给长沙淘博 三场比赛仅拿到一分 让他们进入季后赛的路困难了许多 于是这辆大巴车上的他们 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沉默 上一轮警察艺小局就能进入S5 每个人心中都多少游戏不干 我觉得好像差一小分吧 对 早是就最近输多了吧 就往往比赛输出就是最低的时候 第一轮的时候不搞好点 然后进个S组 然后你后面几轮就会轻死很多 为什么就差一点点 如果把那局比赛平移到换个地方 平移到训练室 我不相信那把游戏能输 S组其实已经抓在我们手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溜出去 每次如果都差一点的话 其实就差很多 对所有人来说 第一轮的差一点 蔓延到第二轮就是差很多 再输一局就面临淘汰的时候 替补许久的婉星再次上场了 再次上场的她 是不安的 是激动的 回忆起在替补系的时光 那段时间就啥也不想 就是训练打电话赛 然后叫手机睡觉 然后早上起来 训练打电话赛 叫手机睡觉 不然手法又不是天塌的 那肯定还是要好好努力 反正不管怎么样 都是向往的一个机会 即使机会很小 但是有种不可能就放弃了吧 机会来了 就紧紧抓住机会 这个不被看好的替补打野 在关键时刻 帮助队伍赢下了一场 对他们而言 聚关重要的胜利 赛后 他是这样形容赛场的 在赛场上呼吸出来的 每个空气都是香甜的 算是爬起来了 终于跌倒 爬起来了 因为太久没赢过了 但是打完了 还在跟小小小 那太久没有 太久没有鞠过弓了 晚星能够再次站在 只为首发亮起的耀眼灯光下 就意味着金鱼 要淹没在替补席 昏暗的家层间 没有人会想到 转会期万众瞩目的她 会再次回到替补席上 对于金鱼来说 首发的位置 总是忽然很近 又忽然很远 隐匿在替补席的时光 让金鱼 萃取到了更纯粹的初心 也让她学会了珍惜人生的 每个节点 我觉得目前至少 现在这个阶段 我是挺纯粹的 就对待直接的态度吧 因为要热爱这个东西 然后要努力吧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机会的 他们有多努力 我们得看得到 游戏上可能就是说保持好状态 你是选手嘛 肯定就是说都想上场 要往最好的方向做吧 只能想象到下一场比赛乱撒 想着想着 就真的回到了赛场 还在费的还没断 跃下无限连的金鱼 哇 这波金鱼太夸张了 这MVP了 毋庸置疑 让我们恭喜 苏州KSG 他们也终于与队友一起 登上了那辆充满喜悦的大巴车 巧合的是 两个并不相像的打野 都在队伍处于危难之际 即将淘汰的关键比赛 轮换上场 好了 欢迎来到今天的 关键比赛了 他们这场比赛 一乱就会很危险 他们又都牢牢抓住了 这次宝贵的机会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州KSG晚心 大家好 我是苏州KSG金鱼 不是为了打败谁 而是为了证明 我也可以 面对赛场的变化莫测 面对总是被选择的急促节奏 去追逐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满怀期待的心 今年春季赛 苏州KSG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未来的他们 还会登上很多辆 离开赛场的大巴车 终点是在成长的每一个人 我觉得是在每辆大巴车上承受 可能在某一天 某一辆大巴车上 我们来的大巴车上带 便宜了 我们来的主人 集完 三十分之后